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或者女的很漂亮 可她就不是一线 不是大明星 她非常漂亮 甚至比很多一线的 大明星还要帅还要漂亮 所以这当然是一方面是要演技 大明星的话一线的 她要演技好 除了演技好 当然是际遇 运气 有没有人捧 或者是刚好拍到大片 那也很重要 还有一个就是很微妙 就是她的魅力 魅力是没办法去形容 她就是有个魅力 像 像Scarly 她不是顶漂亮 很多大明星她也不是顶帅 也不是顶漂亮 可她就是有魅力 甚至她演戏的时候 有时候女配角都比她漂亮 但是就没有她那个魅力 所以我们知道明星犯了 要那个犯 你看这个五官 好莱坞女星啊 不管是美国的或外国到好莱坞的 比她漂亮多 她就是有那个魅力 你说她嘴巴又很厚 但其他五官 眼睛也不错 那鼻子也不是顶好看 这个 但是她就是有那个魅力 所以有些人觉得她就是有那个 就是有一股说不出来的 也不是说女人味 就是 就是举手投足 所以叫明星犯 所以这个很重要 这大明星几乎都有种气质 你说朱利亚罗伯斯 你说有人说她美女 可是她嘴巴又那么厚 这个 笑起来又那个 所以就很多 她就是有这个明星 要有这个魅力 所以像很多人啊 当然人红了以后 也会有魅力 所以这个 所以很多明星 她有这个 天生知识 好像犯的 她就是有那个 她不管笑不笑 或者怎么样 她表情就主要是眼神 眼神很重要 这个有很多巨男美女 她没有眼神 她很帅很漂亮 可她讲话什么东西 她表情 她没有那个精神 没有那个魅力 所以 那斯卡利她有这种魅力 很多大盘明星都有啊 这我们上集讲过了 她个子很小 讲是讲 16160 实际上我看是不到啊 这算是 西方里面个子很娇小 所以那个电影在拍的时候啊 像 汤姆克罗斯 个子170啊 也不高 所以很多要 要错位 对位 拍的时候 远看的时候没办法 远看的 尽量少拍那个 远看的时候 因为远看的时候没办法 多高是多高 近看的时候错位啊 她站在高一点地方 所以 所以那个 鸽子矮的 她就必须要用一些 一些摄影进 摄影安排的方式 我们继续看 although the film Kat and Carrie Carrie Wood 虽然呢 接下来这部电影呢 他又也 我们上集介绍 他演过很多电影 虽然在票房上 并不是大成功 但是呢 他得到了 很多的赞美 所以前面也提过 他演过一些电影 影评认 Scale 电影还好 不是太好 可是呢 有它在就不一样 所以就是这个明星的范 那有的时候这个影片很大 男女主角也很帅 很漂亮 可是 效果不怎么样 就是没有那个神 所以演员就是 你要能够带动 好的演员 要么演技好 要么就是有那个明星范 他就是可以带动一些东西 所以就是 明星的光环 明星范那个学不来 你再帅 再漂亮 就是没有那种气质 明星气质天生吃这行饭 所以这部戏又是因为他 这是他一个 Breakthrough 他一个突破性的角色 在幽灵事件里面 Credit就是 给予分数 就被赞美的意思 加分 就是Sensitivity 很感性 而且很有天分 演技的天分 所以这个演员 你对剧本的 下的功夫够不够 了不了解 有的人他也没有特别去揣摩 他就是 他就是 他就是能够融入 有人看半天 他就不融入 那最糟糕 剧本又没有好好看 又不融入 所以是 你能不能融入那个角色 就是天生吃这行饭 这没办法 有人 这个 镜头一拍 机器一开 会紧张 有人就不会 所以运动员也是一样 有的人 平常打得很好 一上去就不行 有的人平常在下面 也不怎么样 一上去 他就很厉害 所以这不能勉强 就像考试 念书 有的人 他也照完 有的人好学生 他也照完 可是考试 他就很厉害 有的人很用风看书 可是一考试 他又不行 所以这个 有的人就说 他胆子大 胆子大 不怕 不怕生 有表演欲 所以演员 他有表演欲 我很重要 你说条件很好 可是他没有什么表演欲 有些人来疯 平常看起来不怎么样 镜头一拍 灯一打开 哇 疯了 人来疯 马上精神百倍就来了 有的人平常在下面 活蹦乱跳 可是灯一打开 他又确掌 所以这个 必须要有 能不能吃这行饭 这天注定 所以他这个很 很感性 而且很有天分 别人欺骗了他的年纪 就是因为他 刚开始年纪轻 可是演的 前面讲过 都演一些比他超灵 超灵角色 掩盖他年纪 就表示他有一些天分 然后他也 feature 就在里面的演出 在这个 就我们叫黑色 黑色的 黑色戏剧片 就是比较阴郁 比较幽暗 比较阴郁 黑暗面的 这个缺帅的男人里面 他的演对手戏 Opposite Opposite是对方 对手戏的是 这个是有名的 Billy Buffington 他年纪不小 然后外形也不怎么样 可是他就是 就是有女人员 娶过好几个美女演员 包括那个安吉利亚求利 就是有女人员 其实也是很酷 很酷一个老男人 然后他又演 在这个恐怖喜剧片里面 八角怪 也演过 In 2003 She was nominated For two golden globe awards One for drama Girl with a pearl earring And one for comedy Loss in translation The breakout road Starring opposite Bill Murray And receiving rare reviews And the best actress award At the Venice Film Festival The film roles include A critically acclaimed Waze Brothers film And good company As well as starring Opposite John Travolta In a love song For Bobby Long Which garnered her A third Golden Globe Award nomination 这场切丁三年 他被提名 又提名 在两个金球奖里面 或提名 那你说 金球奖一年举行一次 怎么会有两项呢 也许是 他一年拍两部 一部女主角 一部女配角 或者两部都女主角 因为这个奖 一年举行一次没错 可是他一年可以拍两部啊 那你说 刚好前一年八月拍 拍到隔年一二月 然后三四月再拍 这就有可能的 等于说 重奖率很高 一年得到两个 两个提名 那表示也多惨 这个爱戴珍珠 耳环的少女 还有这个喜剧 爱情不用翻译等等 然后在这个 这一部里面 爱情不用翻译里面 这是角色要做突破 什么叫突破 就是 也以前没演过的 就尝试心细路 就突破 和这个老牌的 就现在大概七十多岁了 Be a more rate 然后得到一个rate 就是很疯狂的 很激烈的 这个review 就是 算是赞美了 然后得到 这个就大奖了 但是不是美国的 威尼斯 威尼斯营展 这个是国际四大 这个四大电影奖里面其中 最佳的女主角 这就不容易 就好了 当然一般是 目光是在奥斯卡 好莱坞奥斯卡 但另外就是 威尼斯 意大利威尼斯营展 德国柏林营展 法国坎尼斯营展 这四个 这时候他的一些 电影的角色 也包括 这个广受欢迎的 大公司小老板 这部是他跟 跟这个 也是老牌的 那个演他爸爸 结果他爸爸 结果爸爸是一个老干部 结果那个 居然 他爸爸来了一个上司 年纪比 斯卡丽 大不了几岁 所以 所以就 他爸爸这个 老板年轻的 所以他爸爸也不太适应 但是也没办法跟他合作 大概这个故事 比较特殊一点剧情 然后他也跟那个 John Chipper的 Obson 就是 对手了 就演对手戏 在献给你情歌里面 这个 然后又让他得到第三次提名 所以提名就不错了 你不要说 光是提名啊 没得讲没用 提名就不错了 提名就入围嘛 所以有人讲 入围几得讲 就是肯定啊 可是他一年以后就一个 一年 全世界这个 全世界有多少部啊 这个金球讲 我们说美国骗 有多少部啊 这个能够入围就不错了 然后专门我们讲退学了 就退出的意思 结果他退出 不可能在 哎呦 这个汤姆克鲁斯 这个保证卖座啊 那为什么不演 很可惜啊 全世界都在看啊 因为档期冲突啊 Schedule就安排啊 时间安排的冲突 所以这个也不错啊 所以表示这个还不错啊 因为这个Mission Possible Third是大片啊 有的比较是不管了 不注重江湖道义啊 我原先啊 譬如说在拍啦 或者是已经讲好了啊 哎就我就退出啊 看要不要赔钱打官司啊 还是怎么样 我要去拍大片 那当然有人也不想打官司啦 或者是已经签约了啊 所以他可能已经签约了啊 所以他就没办法去演啊 就档期冲突 所以所以好莱坞 我们看过很多的电影 大片大片 结果呢 原来男女主角不是 原先的不是 不是那个男女主角 是别人 可能有的 这个 有的就是档期的冲突啊 有的后来生病啊 有的后来他不想接啊 然后 那不想接的话 就当后悔的要死啊 所以有很多 有很多就是 如果当初是某一个人演的话 就不是后面 很多大片都这样的 原先的设定的男女主角 就不是那个人 他下一步呢 绝地再生 又跟这个 前面已经合作过 以往啊 深层的啊 但有时候你觉得 很很沉闷啊 可是你多看几次不错 所以他评价很高 有时他演 就是人看起来神经兮兮的 外咖 讲话好像这个 心不在焉的一样 就是材质嘛 材质就这样 其实这个人是好莱坞的 有名的才子 他的爱情决胜典 又得到了 金球奖提名 虽然金球奖得了很多次提名啊 但是当然奥斯卡奖提名 比金球奖提名珍贵了 他在2008年呢 他出唱片了 release就是发行的 本来是被释放啊 就是发行 发行的album album本来是相片部 相片部 但也可以当唱片集 就发行的唱片 anywhere I lay my head 它是一个collection 是一个当然唱片好多首歌 collection是一个集结 一个tan ways 一个有名的音乐家 流行音乐家 就是他写 就是唱片都是翻唱 cover是翻唱 cover本来是包括啦 保险啦 很多意思 这边翻唱 翻唱原唱 但是就是tan ways 他写了 也会唱歌 出了一个专辑 花了 好像印象中花了五个礼拜 五周的时间 把它录起来 而他是女低音 所以声音他比较低 讲话声音比较低 所以我们唱歌啊 你说 有人音很高 有人中音 因为大部分都是 一般歌手都是 南中音 偏高 南中音到南高音之间 一般的歌 就是唱歌 一般 我说一般歌手 他的音域就是比一般人要高一点 音域宽一点 比较高一点 因为一般人 就唱片来讲的话 就歌手来讲 一般人是低音 那歌手一般就是稍微高一点 所以我们的卡拉OK去唱的时候 你没办法唱 如果用原key 如果他那个你去唱歌的时候 你就不会啊 我可以啊 因为他调过了 他不是原key 那如果是照原key唱的话 一般人唱不上去 唱不上去 他就是 声音就是高一点 所以这与众不同 他才能当歌手 但是他比较特殊是低音 像大陆那个王熙也是 少数的重 低音炮 所以声音也不一定高就好 低就不好 不一定 就各有特色 但是当然好的高手就是高中音啊 就是他自己的音域啊 不是绝对高中音 都要能够驾驭 你说有一个人说 我职业歌手 我高音很好 我低音不行 那也不行 那有人说 我中低音可以 我高音不上 就是也可以啦 但是就 意思就是说 他自己的音域里面 高中低 他都可以掌握住 那你说 有罩门 我只能唱高音 我只能唱低音 就是自己那个音域的高音 就不会唱 所以现在像大陆很多 这个 真人秀啊 这个歌唱比赛 大陆像普 普遍就是可以飙高音 就比一般人声音高 是可以 可是呢 像大陆年轻人 就是新的歌手 这普遍就是中低音不行 尤其到低音不行 可是你说 这个歌 每一首歌他不可能全部都是高音啊 一定有低的啊 可是那歌手 那个新进的歌手 我高音没问题 可是我低音不行 那就不行 表示功力不够 在 在接下来的 隔年呢 他又跟这个 又演出 散灵侠 结果又也 又跟 威利亚来合作 秦玉 巴塞隆娜 跟那个 纳塔利波曼 纳塔利波曼 是新进的 他那个 他那个小孩子的时候 跟那个 法国 上雷诺演 哇 内部也杀手了 哇 内部太好看 上雷诺演一个 表面上才 笨笨的 一个 冷酷的杀手 哇 但很专业 那纳塔利波曼 里面演一个 这个像是 气阴啊 父母死掉了 跟着他 两个产生情愫 哇 内部超好看 就跟 两个演对手戏 sint then she has appeared as part of an ensemble cast in the romantic comedy the just not that into you the action superhero film iron man second 或者 two也可以啦 the comedy drama we bought the zoo and the star the original screen queen generate in Hitchcock 那从那时候开始呢 sint then 那他就 开始出现呢 as part of an ensemble cast 这个字一般人看不懂 Cast有角色嘛 ensemble是整体的 什么叫ensemble cast 就是大堆头的 演员 一般电影就是 男主角一个 女主角一个 其他人是男配角 女配角 跑龙套 ensemble cast 就是一大堆男女主角 就是以剧情取胜 就是男主角可能 两三个三四个 女主角也是 就是成对成双的 就是没有说谁领先主演 这就是以剧情取胜 像六人形 电视剧就是 没有说主角可能 男的三个女的三个 这种就是大堆头的 大家戏份都差不多 男女主角好几个 戏份差不多 ensemble cast 这长一点知识 学一下英文 也知道说 电影 影集 都有 这种大堆头的 大家戏份都差不多 而在这个 这浪漫喜剧 他其实没有那么喜欢你 而接下来 他就演一些商业片 就是太有名了 钢铁人 这个行动的 这个英雄片 然后又演过 这个喜剧片 我买了动物园 又演了这个 惊悚片 戏剧考课 她 then played her character Black Widow In the Bloodbuster Action Films Captain America The Winter Soldier Avengers Action of Ultron Captain America Civil War Avengers Infinity War And Avengers Endgame And also here 来 The Sci-Fi 这个叫Sci-Fi Science Fiction Action Theirer Ludsey Bark's Office Success 接下来他都演一些 商业片 都卖作片 但是我讲过了 卖作片 就是商业片 就是票房很好 老板很高兴 制片电影公司很高兴 大赚钱 观众看了也很高兴 可是缺点就是 很难得讲 太超越 剧情太超越了 跟人生 这个 不服 那那个如果 艺术片 剧情片 可能就是 描写人生 剧情也不错 演的演技很好 演技可以发挥 可是呢 这个卖作不好 所以这是 有一好没两好 因为一般人喜欢热闹 一般人看电影说 我干嘛 平常上班就很累了 或念书很累了 我还要去研究你的 你的剧情 什么太累了 我就看很高兴啊 最好帅哥美女 打都不行了 死了一大堆人 场面好大 就是 这个进电影院就是 就是花一些钱 就得到一些快感啊 所以 所以一般人喜欢看那种片 也不能 也不能完全怪观众 当然有些观众 也喜欢看这个 很深入的 有剧情 有演技 所以他就开始演了 黑寡妇 所以他后来 外号叫黑寡妇 他里面黑寡妇 就是 所以他 他个子很小 长得一部顶片 可是他就是演戏 就有说服力 他的表情就很好 然后他这个演动作片 他那么瘦小 他也没有功夫底子啊 你没跳过 可是他里面演的就是 就是很投入 就是 你就觉得他很厉害 所以这个好的演员 他就是有那个说服力 天生吃吃饭饭的 Bloodbuster就是 票房卖座的影片啊 这些动作片 负责者联盟 这当太有名 不用讲 太有名了 美国队长太有名了 负责者联盟 有好几集 美国队长好几集 就演了这些 就是漫威啊 这美国这很有名的 漫威这漫画公司 他的一个版权的 这些东西啊 这全部都是卖作片 然后演路西呢 他是跟法国大导演 罗贝松 在台北市取景 台北市的街头啦 饭店啦 饭店名字不讲 饭店 但是对台北市比较负面啊 因为在里面发生一道 对狗屁刀招的事情 这部片是非常特殊的啊 当然他的剧情 是很特殊 很吸引人啊 不过当然 那是因为科幻片嘛 所以这个 所以这个也太夸张了 但是他是一个幻想片啊 但是非常好看啊 太齐情 就是他 他本来是一个普通的女的 就是偶然机会里面客药 就客药以后 没想到打通热热热脉 脑洞大开 全部打开 就等于是变神人了 特异功能了 所以这个 当然里面的是非常好看啊 可是他的这个推论啊 到我个人是觉得太穿越了 With more than a decade words already under her belt Scarly has proven to be one of Hollywood's most talented young actresses The other starring roles are in a sci-fi action thriller Ghost in the Shell at a dark comedy Ref Night 就是他从已经超过 Decade是十年了 超过十年了 所以 Ander和Belt 就是在他的皮带下面 这个又看不懂了 什么意思 皮带下面 就是 经历过 已经收入 收入皮带里面 就经历过了 就是 就是经过十年演戏呢 就ready 就是 经历过的意思 但是这是 英文成语 Ander the sound was about 就经历过 我纳入了 收下了 拥有了 那 就是 我们可以 中文就说 经过十年的 演艺事业的历劣 可以这样讲 那证明呢 她是 好莱坞的 其中之一 什么 最有天分的 年齐的女性之一 前面 纳塔利·波曼 也是非常有潜力的 那个 那演技也是很好 不过 他小时寥寥 他小时候 演的也不太好了 长大 所以他也拿过 奥斯卡金像奖 他也是非常不错 然后这个 Scarly 他其他的角色呢 后来又演过 科幻 科幻 惊悚片 功课机动队 这些我就没看过 黑色喜剧片 女郎 海岛爬 这些我没看过 Scarly and the Canadian actor Ryan Reynolds been engaged in May 2008 and married in September of that year in 2010 the couple the couple announced their separation and subsequently divorced a year later 他结果两次婚了 他先跟加拿大演员 这个也是帅哥 也算是 算一二线之间吧 但他后来娶了太太 很漂亮 演那个穿越 不是穿越时空 就是一个 名字忘记 哇那个女的 他爸爸也是老牌明星 哇很漂亮 个子又高 演那一部跟那个 哈里逊福特 哇那部超好看的 就他跟这个 Ryan Reynolds 他这个订婚了 这帅哥 这个是专门娶美女的 2018年 然后结婚了 但是呢 你看三年之后呢 宣布分居了 然后subsequently 接下来呢 就是一年之后离婚了 然后三年以后 到2013年呢 又跟这个法国的一个 journalist 就是记者 新闻记者 法国又订婚了 然后一年之后 结婚了 等于是你看 2014结婚 又三年了 差不多 他的结婚期 就是三年左右 又分居了 然后这个 随后就离婚了 他们有个女儿 所以这个哈莱坞演员 为什么会常常离婚呢 所以这 你不爱的话 就不会结婚了 可是为什么 有的很快啊 很快离婚 因为他不是正常人 因为他一演戏 他全世界跑跑照 所以夫妻最好常在一起 所以这个夫妻不在一起 问题就多 所以这种意义就是你去当兵啊 兵便 出国念书啦 分手 出国长期进修啦 出国长期工作 都分手 一方面不能顾家 一方面夫妻就要在一起 他一演戏啊 一演戏搞不好给你拍个 没有 都三个月以上啦 一直在半年或半年多 这时间就是 惯少离多 你说老子用那个email啊 用视频啊 用 用那个skype啊 什么通电话啊 这个但是没办法 这个见不到面 这个双方都痒痒的啊 这个感情也会变淡 然后 然后怎么样呢 然后容易有外遇啊 因为长久不在一起啊 至少几个月没有在一起啊 有的是其中一个啊 那个就是刚好有外遇 尤其这个隐形啊特别容易 为什么 因为他里面一定要跟 比如说以他来讲 他一定要跟男主角啊 亲亲啊抱抱啊 甚至有床戏啊 老公就看了受不了 知道是假的啊 可是受不了 然后过几天一看到新闻 哦他怎么跟男主角 假戏争处啊 你说演戏两个亲亲抱抱就算了 怎么又看到八卦杂志说 哦他们两个又什么 什么又一起去吃饭啊 去怎么样 甚至有了八卦说 哦两个好像开房间了 怎么样 所以受不了啊 所以这个 这是他的生活不正常 时间据少离多 时间一久会产生变化 就大概介绍 这个史嘉丽的大概情况 这一集介绍到这里